许多人未有方便都会使用便利商店的APP系统 但是九号一早全家的APP系统却大当机 正巧碰上上下班时间导致不少民众都纷纷抱怨 要换咖啡的时候就他不能用 因为我有在记杯然后就觉得有点麻烦 我就直接放弃不买啦因为觉得会迟到 实际测试打开APP想看庆祝双十二的商品 按下要兑换购买 画面却一直显示读取中长达十几秒都不能动 要跨店取咖啡却一样当机显示每次等待 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 连到便利商店里电子支付 也收到授权于时交易失败的通知 会员气炸了跑到粉砖洗板 说消费者的时间不是时间吗 还有人说因为买咖啡排队迟到了 即便没有办法买 只能用原价现金付款 对此全家回应因为电线公司网路机房无运紧停电 导致会员相关功能连线受影响 目前已经积极处理并陆续回复当中 但其实不止全家 连远东旗下的Happy Go 一点进去也显示 从八点半到十二点系统维护中 随即跳开页面 对此Happy Go还没有做出回应 但这段时间民众要消费不能累积点数 APP祭杯不能使用 刚好又在上班通勤时间 导致民众为了买杯咖啡大排长龙等结账 造成不方便 就看业者要怎么补偿 而新闻业运纳王晨艺台北报道